在北美买房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 房子都有哪些类型 并且房子有哪些所有权的形式 这些问题搞清楚了 我们才知道我们买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找到什么是我们适合的房屋类型 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很多老移民对此也是一知半解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几种常见的房屋类型 独立屋也叫Single Family Home或者Detached 这也是北美通常意义上所称的House 这种房子通常地下室是混凝土结构 地上部分是木结构的 大家看到的外墙可能会有红砖石材和沙浆等等 但这些都只是外挂的装饰而已 并不沉重 在个别情况下会有定制化的独立屋 用钢筋混凝土或者钢结构 但这种情况非常少 只有一层或者一层加阁楼的独立屋 也叫做Bangalow 老房子居多 在郊区也有不少 面积比较大的地块 有时候也会建一种一层的独立屋 叫做Ranch 通常内部的面积比较大 功能区分也比较现代 还有一种独立屋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豪宅 英文称为Mansion 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边那种 通常建筑面积都在五六千尺以上 甚至上万尺 地块也往往比较大 说完了独立屋 再介绍一下双拼屋 也就是Duplex Duplex是指连在一起的两个房子 Duplex通常有两种 一种叫做Semi Detached 也叫Side by Side Duplex 是指并排的两个房子 还有一种是上下跌拼的 可能是两层或者四层 楼上一家 楼下一家 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类型就是镇屋 也叫城市屋 即Town House Town House顾名思义 就是以前在城镇当中常见的房屋类型 为了增加土地使用率 这些房子通常沿着一条街 每个房子都与邻居共享公共的隔离墙 现在也有很多Town House建在封闭的小区里面 这种Town House就更有私密性和安全性了 在中心城区 最常见的房子就是公寓了 也就是Apartment 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公寓 其实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 作为一种房屋建筑的类型 我们一般把总户属超过六户以上 房屋之间以墙或者屋顶地板分隔的多户住宅楼 都称为Apartment Building 这里其实是有很多比较混淆的说法 比如是不是出租公寓才叫Apartment 公寓是不是就是Condo等等 其实Condo或者Strata是全属的分类 而不是建筑的分类 这个我们后边再讲 最后一种也是我们华人可能接触最少的一类 即Mobile Home或者Manufactured Home 中文称为移动房屋或者预制房屋 这种房子通常是在工厂里预制好 然后再用专门的拖车拉到专用的Ped上安装的 Ped一般都位于一个叫做Mobile Home Park的园区里 Mobile Home的业主一般不拥有Ped的所有权 而是每个月向Mobile Home Park的业主支付一定的租金 当然也有一些园区是采用Strata或者说Condo的方式持有的 上面介绍了几种基本的房屋类型 下面来谈谈全属的类型 最常见的一种所谓的永久产权 就是英文的Freehold Freehold里边最常见的就是非simple的产权 即意味着业主拥有对物业排他的永久性的使用和继承的权利 想要了解更详细产权概念的朋友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 是我以前做的专门讲解房屋产权的影片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Freehold的产权并不意味着想在土地上干什么都可以 而是需要遵循政府的条例及bylaw和产权文件 也就是title上的很多限制规定 比如建筑的高度容积率等等 与Freehold相对应的是leasehold即租赁产权 在大温地区很多的leasehold都是99年期限 其实这一点比较类似于中国的70年使用权 现在在售的很多leasehold的物业 租赁期已经过了四五十年 因此剩下的期限也只有一半左右了 在大温地区leasehold对应的永久产权持有人 可能是first nation即原住民 也有可能是政府或者UBC这样的大学 插播一下 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有用 请您帮忙点个赞 如果您希望不断学习房地产知识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的更新了 此外最常见的概念就是strata了 strata和condo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condo就是condominium的简称 它们都是指分器物业 这种分器物业指的是 每个业主拥有独立的分器单位产权 也就是strata unit 所有业主共同拥有物业的公共部分 即common property 包括绿花带 会所或者健身房等等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duplex townhouse和apartment 一般都是strata 甚至有一些新开发的独立屋 也可以是strata 叫做bearland strata 每个独立屋业主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地 并共同拥有小区的公共道路和基础设施 还有一种所有形式叫做cooperative 简称coop 这种情况下 业主只拥有整个物业的一个份额 并不拥有自己所在单位的所有权 这种形式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听了上面的介绍 我们就知道 独立屋 duplex townhouse apartment等等 都是建筑的不同形式而已 而并非产权的区分 所以apartment可以是condo 也可以是coop townhouse其实也是condo 独立屋也可以是condo 独立屋可以是freehold 也可以是leasehold duplex既有freehold 也可以是strata 公寓有freehold strata 也有leasehold strata 是不是有点晕了 其实这些组合在现实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 这期节目就是为了打破一些常识的误区 让您能够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是张瑞 希望本期的节目对您有所帮助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